我们现在是在奥地利的维远纳 现在是给大家带来的试冠杯的节目战 是由中国组织小教对阵东道主球队阿德米拉 现场的气氛也是非常热烈 比赛也将马上开始 中国组织小教 中国组织小教 加油 加油 今天场上身穿红色队服的是中国组织小教 身穿黑色队服的是阿德米拉 本场比赛也是一场15分钟 门将是毛永斌 中后位是戴右折 左后位是黄宇超 右后位是杜成逢 后腰是张颖席 前面应该是吕孟洋和李显文 希望他们有好的表现 比赛已经开始 小邝是阴上缺陷 本次赛是7人这个比赛 场地大约是50米乘29米的样子 所以说比赛场地这其实比较小 李显文 看这个球踩着李梦洋 李梦洋想断了 看这个球 哇 这个球是没有打上力量啊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阿德米拉的犯规 张敬奇来主罚这个任意球 你直接打门了 五 三 三 哇呀 这又是李显文错过了近在迟迟迟迟的一个机会 太可惜了 这一个 这也是江敬奇的一个直接任意球啊 本将颇手 咱们在界外球也是非常有特点啊 都置的比较远 小毛很稳的将这几球拿住 李显文在场场场下 李显文 这个球 控一下 反应在江敬奇 看看有没有机会 还有 小江的角球 小球也是明显门带进来 还为黄宇超左脚直接打门 这个球是偏出了近端的门柱 这个球危险 跑在小毛的扑救 长得漂亮 小江也是这回半场防守 是孟阳的积极的反响 孟阳 小江的踩上这位球 直接找李孟阳 李孟阳带进来了 漂亮 李孟阳带入进去直接破满 1比0 非常漂亮 小江1比0领先 看这个球小心 漂亮小毛的一个漂亮的扑救 将去稳稳的拿住 李孟阳直接远射 这个也是打得稍微有点正 李孟阳 积极的防守 这个球危险 小肚的冲度 目前比分是1比0 阿竹小江凭借李孟阳的接球 一比0领先 继续上来控制一下节奏 继续的突破在边路上 对方也是将球踢出了边线 这个球要小心对方的反击 回传给麦将 小肚将球顶出底线 阿德米拉的角球 阿德米拉的角球也是 我们也是有过研究 一定要小心 脚毛很稳 李孟阳重新上场 看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发挥 今天矿上雷确证 就是李孟阳 好 吼一下 到了进区 两个门向 哇 这一个好的机会 李孟阳被门向导出 还有 还有 哇 哇 正确危险 孟阳的挥防 比赛时间应该投资不多 哇 这个球也是很危险呀 对方的角球 他们后点的攻门 这也是小肖们组成的范黛克 全场比赛结束 董小肖1比0拿下了坚木战的胜利 在缺少了邝昭雷的情况下 董小肖也是挺住了压力 听见吕木阳的金球 1比0拿下了坚木战的比赛 我觉得这场孩子们表现得是非常好 非常努力 他们是凭借吕木阳的进球 1比0战胜了东道主球队 阿德里拉 这场的比赛